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记者提问 美国和欧洲正在考虑对中国出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回应称 中方一贯反对违反世贸规则单方面非法加征关税 这不利于任何一方 中方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2月6号下午 宁波市场监管局发布 《医疗药品及用品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 提醒告诫医药用品经营者 不得借疫情防控之机 大幅提高医疗药品及用品的销售价格 为者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 12月6号 0点至15点 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431例 其中 隔离观察人员1309例 社会面筛查人员122例 当前 北京市疫情仍在持续发展 要针对防控措施的调整优化 不断改进方法 细化流程 精准有效地推进新措施落实 5号 重庆市区道交通有限公司 5号 重庆轨道交通已经开通线路 日客流量为102.4万人次 是前日客流量的2.6倍 其中 单轨3号线客流量最大为23.8万人次 市郊铁路江跳线客流量最小为0.7万人次 各大商超、餐饮场所等陆续恢复营业 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此外,自12月4号起 新宁市全面解除主城区交通管制 主城区的公交线路逐步恢复运营 从5号零点起 新宁市取消与其他市、州、县之间的交通管制 公路上的车流量有所增加 12月6号,记者从江苏省苏千市 素城区检察院获悉 有不法分子架设游戏私服 将大化西游改为遮天西游吸引玩家充值 短短一年多非法经营数额高达1500万元 这起侵犯著作权案近日经该院公诉 以侵犯著作权罪 对陈某某、段某某等20人做出一审判决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4个月至7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至7万元不等 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à bientot 明镜与点点栏目